在看到了中国这些灾难的时候 有时搞不清楚 它到底是天灾还是人祸 这也不是讲吗 你现在很多的天灾 现在不是淹很多水 淹很多水你都干嘛 跟它的水坝溃体有关系 不要你的水坝做得很烂 第二个就是 它根本就在水最大的时候 开始放水 开始泄洪 开始泄洪了以后 你这个让水患更严重 那现在更夸张的是 它的豆腐渣到现在为止 已经不是说那种偏远的乡镇 李延刚刚讲 你在佛山在武汉那个大楼 去干嘛 不断地摇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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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在这个大楼 我会吓死了 对 老林哥 这时候当时大楼 因为是在佛山的一栋 这种金融大楼 我们讲A半 就是最高级的金融大楼里面 你现在看到画面就是 它整个大楼开始左摇右旺 结果在办公室里面 人家吓坏了 你说说 是发生什么事情 地震吗 我怎么跟坐船一样 他们在里面形容 说都快要晕船 它叫做万科金融中心 万科算是中国非常好的 这个所谓的营键商 另外你的金融中心的意思就代表 你是这个地带里面 做的最高最豪华的房子 结果它摇成这个样子 对 没有说 因为你仔细看它的外观 那个是用玻璃帷幕外挂 是代表它是非常高级的 顶级商办大楼 结果没想到 整栋在晃着晃着 然后我知道 观众朋友您对讲 雨学人在去地震 有什么大不了 有什么了不起 对 原本有关当会 跟里面的住户 第一时间也是这样想的 结果你知道他们走出大楼之后 发现什么事情吗 没地坛 根本没有摇 隔壁洞也没有摇 怎么就我们这一栋一直在摇 不是地震 吓坏了 他说不是啊 而且也没有时候风吹草动 结果这一栋大楼 跟这个淹水这个晕船一样 莫名其妙开始在左摇 右摆左摆右摆 更可怕是什么 摇的里面有没有看到 整个里面的水壶门板 然后到整个门缝 全部都在摇 而且你看哦 因为他们经过疏散之后呢 大家才会跑到楼下嘛 跑到楼下的时候才好奇说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开始来拍 结果保迪哥你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吗 还在摇 还在摇 没有地震摇这么久了吧 摇太久了吧 好几分钟还在摇 你仔细看 全部大家整个底下的人都在围观 所以我跑出去再跑回来 他还在摇 这没法上班吧 这太可怕了吧 结果他们到现在为止去调查 还在排查说 不对 也不是地震 那这种大楼理论上来讲 到底是什么样的工程 可以导致他说 因为你就算要摇 你也要个明目吧 比如说风吹过来或干嘛 都没有就是盖太烂了 震动大楼莫名其妙在摇 那你说雨璇 这可能是个案吧 不只又为什么 在广州也有发生同样的状况 你知道广州发生什么吗 就有人盖了这种大楼 对不对 他这櫻架盖到一半 本来盖到一半的时候呢 就莫名其妙 也没有地震喔 各位 就你现在看到了 哗啦 櫻架瞬间倒塌 而且还为什么 随风飘逸 随风摇摆 你仔细看喔 风在吹 结果他就在那边摇啊摇啊摇 这个大楼倒得一塌糊涂 结果上方有的地方还继续在 他们就调侃说 不是吧 这个大楼怎么烂到这种地步 跟子博的一样 爪糊涂 风一吹就倒了 而且甚至是什么 甚至是附近的变速物 都因为他这个整个倒塌下来 产生了变形 所以你仔细听 现场的民众你看喔 还有人在那边走来走去 因为索性他还在盖到一半 根本还没盖好 但里面有没有听到 有一种呼救声音 外挂全部都掉了 对 有没有听到里面还有呼救声音 我们下期再见 Rock of motor 系列 您 bt 他 忍